我们先看王楠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王楠的牙膜 这是下颌 这是上颌 下边右边是两颗 左边是两颗 那说明下颌呢 它是没有支持的 下面是没有支持的 下面是没有支持的 那上面呢 那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是右侧 右侧也是两颗 那么它也没有支持 左侧呢是三颗 一二三 所以说在这个上颌里边呢 右侧是没有支持 左侧是有一颗支持 这个就是你的支持 王楠 你看 对 那为什么这颗需要拔呢 这个支持 如果当它的下边 没有一个对着的支持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牙齿 就会不停地长长 那如果它持续地 再往下长的话 那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就可能是 这个地方就会经常 有食物的牵涩 那么塞在这 塞在这 还有呢 由于上下这个牙膏的 这个曲线不匹配了 所以说有可能会造成 它每次张嘴的时候 就会对下颌 造成一定的干扰 膜吗 它会有一个 对 它会有膜的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长期的话 对这个咬合不好 对关节也不好 那么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手当其冲 肯定需要拔除的牙齿 下面没有约束它的力量了 所以它就玩命地 开始自由上扎 这个时候就需要控制它了 好 再来看 喜冰的 喜冰是右侧上下 都需要拔掉 我都没想到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的这个智齿还是挺乖的 平时也没怎么疼 怎么需要拔两颗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喜冰的牙齿 它的右侧 我们可以看到 右侧是这边 这边这侧 是长了三颗磨牙 智齿的话是长出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位置 是不是有点在对裂的外头 对 您看一下 跟另外的两颗大牙 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了 它下边的话 牙齿是长得不正的 那上面的牙齿 虽然长得还比较正 但是呢 它的第二磨牙 是被它挤走了 那么处理的话 最好的办法是怎么 让它归队 对吧 让它回去 那么回去的话的话 就应该最好是 把这个牙拔了 这个牙也拔了 然后把这个牙 用正机的方式 让它归队放回去 很复杂耶 对 但是如果是老是 不管这个牙 它是放在外边的话 这个三角关系 很容易存留食物 而且刷牙也刷不到 所以说很容易 造成取齿 再来看看唐唐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牙齿 它下颌是 看起来是没有第三磨牙 没有致齿的 对 上颌也没有致齿 所以说它的这边 是没问题的 它下边的话 它的位置基本上是正确的 而且长出来了 对吧 而且上面的话 很小 对 上面的位置 也是基本正常的 从这个模型上来看 是不需要拔除的 再来看看膝尾的 膝尾的话是 我们可以看到 右侧也是没有致齿的 上颌虽然缺了一颗牙 也是没有致齿的 那颗牙是怎么缺掉的 拔了吗 那个是我18岁的时候 那个牙突然崩了 就是那个也是因为取齿嘛 然后动太大 就是突然有一天崩了 然后就因为没有办法 再继续修补了 就拔掉了 就是牙齿坏到一定程度 它就糟了 对 好 那这边呢 左侧呢也是掉了一颗牙 致齿呢就是 长出来了一个 长出来了一部分 对 这个需不需要拔的话 需要结合口内的情况 进一步的分析 嗯